早上! 哈囉大家好我是詹姆士 今天不是要來修車唷 今天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 要來洗車 因為買新車的總是比較貴一點 然後又快過年了 來把車子洗一下 亮一下 好,那這次詹姆士選的產品是Sonex德國的 它的鍍膜的產品 因為新車嘛,想讓它鍍一下 因為之前買車的時候詹姆士有詢問過夜代 它夜代爆的鍍膜價格呢 一次可能要一萬兩萬塊 所以呢,就省下來自己買自己鍍 花點力氣,省點錢喔 好,那Sonex呢 其實詹姆士之前就用它的洗車精了 好像這一罐 應該已經空了,用完了 好,剛好再補一罐進來 OK,那這是德國原裝進口的 我們來試看看囉 好,那這樣就是整組的 這個是洗車精 看一下 那是一罐是1000ml 超濃縮的 好 那這個就要搭配它的 一個 雙效的洗車海綿 那它海綿呢,有兩個部分 你看 它上面這一個是比較粗糙的 你可以拿來清除它的 像一些比較 玩垢啊,還是一些昆蟲的屍體 那這個就可以拿來洗車用的 好,這比較前面灰色比較 柔軟的海綿 然後可以拿來洗車 好,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好,接下來呢就是這個 今天主要的主角,鍍膜 極致鍍膜 好,這罐是210ml 然後 採用它們的什麼 Hybrid NPT的鍍膜科技 那這個要搭配它的鍍膜海綿 這一面 這個 紅色跟白色 它白色是比較硬的 是讓你比較好 好拿取 然後鍍膜用的 基本上是用這一面 紅色的比較柔軟的海綿來鍍膜 好 那後續呢 它這一罐可以 保持大概6個月吧 那中間呢 6個月中間你可以用這一個 超潑水鍍膜 它一次大概可以 維持2到3個月 來做保養 好 那 超潑水鍍膜 然後打開這一個 它的 美容金 這裡面 有兩條 好 就是很像插玻璃一樣 噴上去 把它擦一擦 就完成超潑水鍍膜 我們就實際來操作看看 好那車子呢 我們先把它 一些上面的一些灰塵啊 然後泥沙先把它給沖掉 再用洗車精來洗車 好 好 來沖沖沖 好那洗車的 同時呢 你可以觀察一下哪邊比較乾淨 哪邊比較骯髒 就是 宅姆斯的習慣 那比較骯髒的部分呢 你就待會 用洗車精洗車的時候 就待會比較慢洗 乾淨的地方先洗 你才不會把 髒的泥沙呢 帶到那個洗車的海綿裡面 然後又去抹乾淨的地方 那其他地方可能就會 被泥沙給 刮傷啊 還是 讓其他原本乾淨的地方變得更髒 好 這是沖沖式的習慣 好 那我繼續把它給 泥沙給沖乾淨喔 光滑洗車精來 那它是濃縮200倍的 所以它用 你用一個小瓶蓋 大概25毫升 就可以把它吸勢 搭配5公升的水 來使用 來 它是 50的配方 對環境比較好一點 大概 一小個瓶蓋這樣子 然後把它倒進去囉 所以它大概可以洗40次吧 如果每次用25毫升的話 它一瓶是1000ml 洗滿久的 一個月洗一次的話 可能洗 洗了三年還用不完 那我們再搭配它的 這個雙效洗車海綿 這個海綿呢 這邊灰色的是比較軟的 是拿來接觸車身的部分 那這個比較有一點粗糙的部分 就是 譬如車頭啊 會有一些蚊蟲的實體 就用這個把它 磨掉 好 那我們先從剛才觀察之後 比較乾淨的地方開始洗 就是用 灰色的啊 好那另外一邊呢 事實上從你認為 比較乾淨的地方還是洗 要把它洗乾淨 不然等一下鍍膜 可能會把髒東西給鍍進去 三時的習慣呢 是 旅圈呢 留到最後洗 因為它會有蠻多 煞車來立片的粉塵 所以會把它的粉塵 帶到其他車體的烤漆上面 掛上 在姆斯都是留在最後面洗 然後有準備一個 專門給旅圈用的海綿 用這個海綿來 不要跟車身的混在一起 全部都已經有 用洗車精洗過了 那接下來就是用清水把它 全部沖過 把裡面的髒汙可以沖下來 然後我們再用乾淨的 洗車精 把水給擦乾 那我們先來全車沖一下囉 好 開始囉 小幫手 現在是指揮模式 洗車精給沖掉之後 我們拿乾淨的洗車精 乾的 把全部的水給擦乾淨 好 在小朋友的幫助下 終於把它整個車都擦乾淨了 好 接下來就要進到 重頭戲 來鍍膜囉 OK 那這樣洗完 其實車身已經非常的亮了 因為新車嘛 洗完它又已經非常亮晶晶了 那為了維護它 可以繼續保持這個亮度呢 我們接下來用鍍膜的方式 這個是Sonex的Extreme的 好 那它要搭配這個 鍍膜的海綿 現在就是摸一些 噴在上面之後呢 然後 用畫圓的方式 那一次不要弄太大 我們就先用半個引擎蓋這樣子的區塊 好 因為太大的話它如果乾掉會很難推 然後之後再用這個 它的美容筋 把它的那個 給擦掉 擦乾淨就可以了 好 先把它給搖均勻 然後 囤一斜在 奶綿上面 那這一罐呢是210ml 它可以用到3到4個車身 就是如果你的車比較大台的話 可能只能用3次 你車比較小台的話 可能只能用 就可以用4次吧 好 原產地就是德國 OK 那這不是會先試做 那個駕駛座前面這半邊的 引擎蓋 這半邊的引擎蓋 然後到時候我們來比較看看它兩邊的 跟另外一邊沒有試做的 摳水的效果 然後這樣就會做一半這樣 OK 提醒一下喔 白色這個面呢 比較硬 是拿來讓 比較好握的 你不要拿這個面來摩 摩車身喔 可以看到 看出來中間有一橫 可以看到 看出來中間有一橫 來把它擦乾 然後我們來試看看它能撥水效果 那這半邊已經擦乾喔 看一下它光澤跟這邊 這邊 比起來不太一樣 會比較亮一點 這樣 照可能看不清楚 那珍姆市這邊 肉圓看起來 右半邊會亮很多 我們來試著潑水看看 看它 這一邊 左半邊跟右半邊那邊 在哪裡 灑水 炒到 把這邊擦乾 我們再用另外一瓶 超潑水鍍膜 把它再用在這邊 然後我們再看一次效果 那有鍍膜的地方用毛巾擦它其實就很乾淨了 那這個極致鍍膜可以維持大概6個月左右 那中間你可以用這個超潑水鍍膜來做保養 它使用方法很簡單 就噴上去然後用美容精把它擦乾就可以了 這個使用的人一樣把它搖均勻 再把它給噴出來擦乾淨 就像在擦玻璃一樣 這樣就完成保養了 那這罐依據上面的說明呢 它可以維持大概2到3個月吧 中間你只要洗車就可以用這個來做保養的鍍膜 好那我們再來試試看它的潑水效果 可以看到這邊是形成一灘水流下來 那這邊就變成一顆顆的水珠流走 就水就不會擠在上面 根據它的說明呢 除了車身的漆面可以鍍膜它的橡膠啊 塑膠玻璃都可以 但是呢前檔玻璃建議不要使用 因為它會產生油膜 好那我們就來 那個燈殼的部分 把它鍍膜一下 好那鋁圈可不可以呢 鋁圈也是可以鍍膜的 那對愛車的人來講 鋁圈呢 有 蠻重要的 因為有了鋁圈一個就十幾萬 七八萬 貴的都有 那詹姆士呢等一下也會把 鋁圈呢 鍍膜一下 那之後呢 大概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再看一下 全車身 跟鋁圈 這樣清洗會不會比較好清洗 那鍍膜的效果 如何 大概就是 一樣 塗完之後呢用它的美濃精 把它給 抹過這邊的 非常的亮晴晴 好那這樣洗車家鍍膜終於完成了 好家在今天有小幫手幫忙用 好不然 花費的時間還蠻多的 那我們是有把 輪圈 然後車身的漆面 然後包含玻璃 側玻璃 側邊玻璃 後擋玻璃 天窗的部分都給鍍膜 然後這個琴羽窗 是非常的亮 噗噗噗噗噗的 今天是1月25 禮拜五 那我們兩個禮拜後的 應該是2月 2月多吧 兩個禮拜 2月8號 我們再看一下 它的鍍膜的效果如何 這兩個禮拜呢 我們是就不洗車了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它的 脫水性 還有 清潔度會如何 OK 那今天 這個Sonex的鍍膜產品的開箱呢 就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